今次真是紅出沒注意了 日本秋田怨持續傳出民眾被紅攻擊事件 單單是星期四中午之前 北秋田市五味夫就有五人相繼在街上越襲 當中包括兩名女中學生 三名八十多歲的老虎 及一名六十多歲的男子 其中一名八十三歲的婆婆 念臂爪傷大出血 手臂及臀部骨折、傷勢嚴重 一連串受傷事件之後 距離英朝大丁宮車站約700米的英朝小學決定停課 並且被家長接走小朋友 而秋田怨警察本部就指出 秋田怨今年至今 已經有51人被紅攻擊而受傷 創下歷史深高 民民公道北吉祂高